各位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我們ATC的新產品 這個新產品來講 我們名字叫做遮疊床 遮疊床的大小 就像我們現在ATC在出廠的 空氣床一樣 大小小一樣 重量的話大概 種個300克到500克之間 那把這打開 我們裡面會 首先會看到一個 一個連接帶 那連接帶我等一下再解釋說 這連接帶的用處在哪裡 然後 當然裡面也會有座命復分修理方 那我們打開之後來講的話 你看看到會是 像一個反動的一個 充氣的氣囊 那充氣的氣囊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個氣囊 我們當然很多拉鍊 所以可以找個地方拉鍊 拉拉 還有一個內外拉鍊 這個外層拉鍊 拉開之後還有一個內層拉鍊 拉開的時候來講話 我們現在還有三個風嘴 都有三個風嘴 一個 每個氣囊都有一個福利的風嘴 那我今天大概介紹一下 這個用不同的充氣方式 來充氣檔的時間 讓大家來看一下 那首先呢 我先用我們家 生產的一個 充氣的一個氣帶 可以打氣帶 這個打氣帶呢 這個水準的話 比較小一點 我們這是一個 M的一個Size 那首先打氣帶上面 有一個商標 商標的話其實對方 我們要充這個物體 把槍弄 那用使用打氣帶其實也蠻快 大概三個氣帶到四個氣帶之間就會變得多 那使用的方法跟自己差不多 左右可以 兩隻腳的話 其實靠近打氣帶一點 張子打的腳 他順著身體 不要這樣 可以試一下 然後再用打氣 一隻腳 中的小口 一隻腳 來 現在 我們要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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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口 我們要刺激 然後我們要刺激 我們要刺激 我們要刺激 不用怎樣打7袋 其實3個7袋到4個7袋 那我剛剛是用3個 那其實可以充的蠻硬的 我們再補充一次的話其實會更便宜 那我先充到這邊 這一度剛剛很過癮 我穿上去的話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那再來的話 我們用市面上的一個 手壓的充氣 幫你 手壓的充氣幫你對面 但是他還是要吃點多一點 其實不會給我們家打氣帶來不快或輕鬆 那我們家的鏡頭的話是國際規格 所以來講的話各種的打氣幫補應該都會使用 其實也蠻累的 這是我們家 用普遍的 市售的一個幫 那 再來的話我們就用市面上比較常見的 電動幫 我們可以給它們 先把電池放上去 好像夠了 我們把它們把東西好 我們不要 站著 1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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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8 9 10 10 那我们再介绍它这个折雷虫怎么变成一个 折叠一个沙发 那风水尽量像我们这一边 先把下面先解开 先放在这边折的方式 这边的话来讲 解开 解开之后来讲 我们刚刚里面有附屋这个地方 记得 一个拉带 把你连接带 连接带要讲的话 它都是两头 都是拉面头 所以我们讲 找一个位置可以拉面头 记得 风水要像我们这一边 它来讲的话 瞬间一秒钟 我们要求一个折叠床 那折叠床的话 其实中间这个清廊可以换硬一点 硬一点的话 其它刚性会更好 那至于做垫来讲 又往后一定的话都可以 那当然来讲 我们这样子两角的话 当然就悬定 不管是炒垫 那里来 如果在家里的话 这样就行 就可以了 那如果在户外的时候来讲 或我们建议 用我们家的 再多买一个所谓的一个 沙发垫 当然它也 再继续连接 那一样 风水的话我们就要看 风水都要炒平面 好 那相信当躺脚的问题 当起来 包括脚的部分的话 全部都在里面 你可以在户外的话 从里面上去享受一个 一个效果 好 那如果说来讲的话 这个床当然还有其他功能 所以我刚刚讲床的功能 当然它还可以变成一个 小朋友的床 好 好 解开链接带 解开之后来 然后我们先把床再把床折去 那另外一床呢 我就会把它放弃放掉 第一个床 放弃放掉之后来讲的话 把它倒折过来 倒折过来 倒折过来的话 它这边有个最外侧的拉链 那最外侧的拉链的话 我们把它连接 这一口 哪里头 那这时候来讲的话 我们用变中邦谷 因为邦谷才可以变成 我用变中邦谷 把它冲爆 把它坏好 拿起带也可以 着 拿起带也可以 拿到 把链子 放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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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的話大概是66公分 三個拼起來的話如果是承承床的話就是202公分 那來講的話變成小偏偶床 總床的部分這一節的部分的話是135公分 再加這一節的部分的話可以再加25公分到30公分之間 所以他來講的話當然可以到150-160公分都可以的 那這樣子一個功能結束之後當然他還有其他功能在 然後我們先把電伸來講加上我們家的防罩 那當然充氣體的話來講這技能其實消氣會比較大 充氣比較沒那麼好玩 那趁他消氣的時候我把它拉上去 多說了 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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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完之后的话是反流成一个床 这次后的话就可以买给我们家贩售的一个 直接冲装用的冲包 这冲包呢 它前后口都有拉亮 都有拉亮 那如果是这边拉亮头的话 我们就找上面的话是拉亮头 上面写的是这里 拉亮头的对拉亮头 很容易的 哇 我现在让我们家的床道之后来讲的话表面更平坦 当然一样我们家这个功能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中间 前后调理一样的软硬度 都可以随身同意 好 老人家可能比较喜欢这边软一点 软一点前后硬一点 我们先把床放在旁边 好 当我们全部把床囊全部分离的时候的话 它其中应该是三个 一个沙拉亮 那我们先把床囊全部分离 那我们这三个的话 故意把床囊全部分离 走完顿 那当然它大小来讲 经过我们设计来讲 小虎小猫 或者是我们的正常人 冥想打破 前腿 它们只能都没问题 那当然呢 多买一个来讲的话 那万一说 床如果说万一有一个被插破的时候来讲 它就有点像被胎的意思 那三个坐垫的时候来讲的话 它是把它拆开的时候 它可以变成一个 高的坐垫 它的来讲的话 它可以垂直合并 现在垂直合并的话 就像我现在刚刚给各位看的一样 那当然最好说三个 其实在做这个动作之前的话 先看封给它 都会压上去那一边 它气质比较少一点的时候 再少关重吧 这个高度来讲其实 可能看身高 每个人喜欢高度都不一样 这个其实做起来蛮舒服的 再加一支 高度正常 那一样 先找封给的位置 全部封给它 全部封给它 整个方法 其实拉链的方式 拉起来的方式 但是其实很多多 大家自己习惯的动作其实就可以了 我觉得说一定要照我这样做 其实把它消去起来 会比较拉的方式 三层 那这个材料 其实我会把比较硬的方式 然后我们再喜欢把这上面的话 再调软 那调软一点的话 做起来的话 其实会更柔弱 喜欢弹性的话都不一样 那当你有两床的时候来讲的话 这个 它也让床变成高床 它不需要再用所谓连接票 去让床变高床 它其实两床都有线 我准备大概看 当然它使用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 我们现在介绍了周床的主座 所以我们先把套套套 把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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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玩的之后来讲的话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刚刚的黑色的床拿出来 那一样风嘴面的话都会向头里面 那气力在少的时候就会比较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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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变成一个超级稳和舒服的一个套 那其实来讲话在操作上是很简单的 那当然 那我们家的话当然有单独销售 我们刚刚有单独销售单独销售 那它也算一样内外搭理 拉开之后 那一样风嘴的部分来讲的话 简直做一个风嘴 那它当然可以做成刚刚的用的 脚凳啊 做电来多余的 顺序备胎都可以 那这样子的情况 大概就是我们功能大概就是这样 它的功能当然还有更多等待各位去做开发 其实它可以变得很多变化在 那今后的话如果新的一个变化的时候来讲的话 我再拍视频给大家能够来看一下 好 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